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3月8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王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房地产公司Royal Page的数据显示 去年加拿大东部主要城市的豪华住宅价格上涨 而加拿大西部的价格下跌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差异和市场过热 在大蒙特利尔高需求地区供应有限 导致截至1月31日的12个月内 当地一套豪华独立住宅的中位数价格上涨8.5% 达到185万加元 相应的价格在大多伦多增加了1.2% 达到363万 在温哥华减少了6.7% 达到539万 在蒙特利尔需求依然稳定的地区 如西岛、Westmont社区和Oltmont社区等 然而在Le Plateau和Giffentown等周边地区 对豪华物业的需求激增 随着市场趋稳 预计明年温哥华的豪宅价格将进一步下跌2% 达到529万加元的中位数 过去一年半 由于加拿大政府采取措施打击外国投资者 并收紧该国最热门房地产市场和抵押贷款规定 该地区房价出现下跌 豪华住宅的定义是房价中值的3倍以上 独立豪华住宅的价格为 多伦多315万加元 蒙特利尔132万加元 温哥华434万加元 卡尔加里163万加元 沃泰华151万加元 该公司表示 在卡尔加里 可怕的能源经济继续肆虐 去年一套豪华住宅的中间价下跌0.8% 达到195万加元 许多房主在挂牌前都在等待市场反弹 有限的供应抑制了房价的下跌 该机构表示 预计豪华住宅的中位数价格将下降0.5% 达到194万加元 Ripco说 这可能会成为卡尔加里买家提供的一个机会 我们发现 前些年由于房价过高而买不起豪宅的人 现在也开始买他们梦想中的房子了 对于那些在奢侈品领域进行交易的人来说 机会是前所未有的 该机构报告称 沃泰华豪华住宅的中位数价格 在此期间上涨了2.7% 达到185万加元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IT和公共部门高管 以及那些追求生活质量的人的需求推动的 该公司表示 今年的预期将增长2.5%至190万加元 地产公司的销售代表在报告中表示 库存低 需求高的豪华住宅社区包括Westport和Glebe 当然 克里夫公园仍然是寻找位于市中心的 高端豪华住宅的买家的首选目的地 Royal Page说 豪华共管公寓市场的表现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独立住宅的情况 尽管多伦多豪华共管公寓的中位数价格在这段时间上涨了7% 达到240万加元 Royal Page Partners Realty的销售代表Steven Green说 婴儿潮一代和年轻的高管们正在寻找低维护成本的豪华房产 与投资者和外国买家竞争 外国买家也在寻找低维护成本的房产 把它用作第二局做 该机构表示 在其他地区 蒙特利尔和沃泰华的房价分别上涨8.3%和2.2% 温哥华和卡尔加里的房价分别下跌4.4%和2% 多伦多价值超过160万加元 蒙特利尔价值超过105万加元 温哥华价值超过188万加元 卡尔加里价值超过83.4万加元 沃泰华价值超过90.9万加元 中国大陆最火的主播李佳琪在上海买房了 并且一买买的就是云锦东方的顶楼富士 只兼跟胡歌唐烟做邻居 买一套位于上海徐汇区滨江的云锦东方的顶楼富士 是什么概念呢 答案是要1.3亿元人民币 李佳琪所买的云锦东方二机 位于上海徐汇区龙南路399弄 于2019年10月28日开启认筹 将推出88套400平方米的大平层 预售均价为10.8万元人民币每平方米 项目11月18日正式开盘 认筹价为500万元人民币 根据幸福李网上挂牌数据显示 目前云锦东方景园有三套在售单位 均价为10万8983万每平方 相比之下 同片区徐汇的整体均价价为7.8万每平方 徐汇龙华也价为7.3万每平方 存在几万的下差 周边小区例如金龙花院6.5万每平方 明院小区8.2万每平方 百会员9万每平方 从在售状态来看云锦东方景园可以说是一个离滨江最近的 最年轻的在售项目了 价格高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都知道一般的顶楼富士都是两层 最上面那一层通常一半是房子 另一半是露台 但是口红一哥李佳琪的这套房子却有三层 下面两层各380平米 加上第三层的200平室内和100多平的露台 合计1000多平米 算得上是顶楼富士中的王者 整套富士楼63厅四位 全屋精装修 客厅跳高7.6米 厅宽9米 30多平左右景观阳台 一般装修是低调的现代奢华风格 这个应该是真正的低调了 相信所有的装修材料和家具电器都是顶级的 之前有报道 李佳琪最早是一个化妆品专柜的导购 2015年抓住某宝直播的机会 成为了一名美妆主播 2018年成功挑战30秒涂口红最多人数 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一拍而红 并自此在直播间站稳了脚跟 早先他和自己的小助理讨论 如果赚过2000万就回老家 但没能想到很快就实现了 这个快到底有多快 相信大家在看到他拿出1.3亿买豪宅就能想象得出来 其实360行任何一个行业做到最顶尖的人 都有可能拥有大量的财富和名望 这个世界上其实不仅是8020法则 很多竞争激烈门槛很低的行业 甚至是991法则 1%的人赚到了99%的钱 对于直播这个行业是一片红海 需要的远远不仅是高颜值还有硬实力 更重要的是要有非常强的自律能力和体力 每天几个小时几乎没有间断的快速直播 对于一个人的体力脑力精力和抗压能力的要求是极高的 李佳琪有实力有努力有毅力 走到了竞争激烈的行业最顶尖 她的付出配得上她得到的所有成就 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讲 并不需要和自己行业里最顶尖的最成功的人去比 我们只需要和自己比 去不断地在专业领域精进 同时要训练自己的可持续输出能力 因为大多数时候效到最后和最成功的 并不是爆发力最强跑得最快的 而是持久力心理素质输出输入能力和进化能力最强的 加拿大于本周日开始采用夏令时间 民众届时需要将时钟拨快一小时 但越来越多管辖区抗拒这种季节性的时间变化 继玉空地区宣布全年实施夏令时间之后 阿省和卑斯也考虑效法 夏省数十年来一时沿用标准时间 至于玉空地区则于本周初宣布将全年使用夏令时间 今年是当地居民最后一次需要拨快时钟 阿省省长康尼州无止 90%阿省省民在最新一次民意调查中表示 他们希望尽快结束每年两次更改时间的做法 尽管我个人支持有关想法 但我们会完成咨询工作才会最终定案 康尼称 省府仍希望跟航空公司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业绩组织进行讨论 他没有对任何决定设定时间表 卑斯省于去年秋天就全年采取夏令时时间仪式做出法案 市员该省22名接受网上调查的受访者中 有93%赞成有关做法 但是此民调没有提供保留标准时间的这一选项 北市省省长贺锦表示 他将等到临近的美国华盛顿州 俄勒冈州和加州会否永久实施夏令时间 才决定是否提出该法案 该三个美国州份已采取全年实施夏令时间 但仍有待美国国会批准成为法例 阿省服务厅厅长格鲁比什区年底进行网上民调 询问省民是否同意全年实施夏令时间 超过14万人做出回复 而这是阿省省民三年来第二次讨论季节性的时间变化 该省自1971年以来一直采用夏令时间 目前省民需在周日将时钟拨快一小时 阿省新民主党政府曾在2017年 取消一名后座议员提出要求废除夏令时间的私人草案 原因是他触发激烈辩论 但有民众希望取消季节性直接变化 只因他更为方便有助儿童的睡眠规律 更助长者定时服药 以及防止母鸡产弹失常 商界领袖也有同感 他们指出 季节性的时间变化会致使侧重出口的阿省 跟省外的客户和伙伴不同步 总部设在卡加利的西捷航空公司称 由于白天时间减少 致使他在接待卑之省早起的旅客 以及经由卡加利转机的搭客上出现困难 冰球队爱蒙顿游人和卡加利火焰军称 他们担心周六晚在西岸的一些赛事会受影响 因为阿省部分球迷要在夜深才看到赛事 以上就是本期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那么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